好,下面开始说我们天天生鲜这个项目 那么说到之前,你首先要了解 就是你需要知道电商里面的几种商业模式 它的一个概念有什么不同 首先我们先给大家做一个介绍 我们这个天天生鲜项目 它就是一个电商的一个项目 那么在电商里面这种商业模式 现在有这种几种 首先第一种叫做B2B 就是Business to Business 就是企业对企业的一个意思 这种商业模式就是供需的双方都是商家 都是商家 你比如这个里面阿里巴巴 它就是针对企业提供这种 针对商家提供这种服务 阿里巴巴本身它又是一个商家 它又是一个商家 这种模式叫做B2B 比如说还有汇聪网 那么它也是针对这个商家的提供服务的 这叫做B2B的一个商业模式 然后第二种商业模式叫做C2C 这个C2C就是客户对客户 也就是个人对个人 那么什么意思呢 就是消费者 它通过这个网络呢 可以把这个 它的一个东西呢 卖给其他人 这就叫做C2C的一个电商务 你比如说像这里面的淘宝二手 这个易去刮载二手吃 那么你自己的东西呢 你可以通过网络把它卖出去 对吧 那么这个呢 你是个人啊 对这个个人啊 这样的一种商业模式啊 叫做C2C C2C啊 那么 下面呢 第三种 B2C啊 B2C 就是Billionaires to a Customer 就是企业对个人的一个商业模式 就是商户对客户啊 对客户啊 那么这个呢 主要是这个网络的零售业啊 你比如说像这个 唯品会 这个乐风网啊 这些商家呢 他是直接啊 由他自己去经营这个产品 然后呢 把它卖给这个个人 这就是这个B2C的一个模式啊 B2C的一个模式 那么我们要做的这个 天天生鲜呢 它就是一个 B2C的一个啊 直接企业 卖产品 你个人的啊 这样一个项目啊 就B2C的一个天天生鲜项目 OK 那么跟这个 B2C相反的呢 还有一种叫做 C2B啊 叫做个人对企业啊 个人对企业 那么这个是什么意思啊 这个C2B是什么意思啊 其实呢 主要是什么 生产这个产品呢 还是这个企业啊 还是这个企业 只是呢 它可以实现一个定制化的生产啊 定制化的生产 那么这里面呢 有这个案例啊 比如说这个 哈尔商城 还有这个商品 摘配啊 商品摘配 那么这些呢 我们可以给大家搜一下 你可以在这个网站上面 你就可以呢 实现啊 你产品的一个定制啊 这个 比如说搜一下这个 商品摘配啊 来到这边 商品摘配 那么看到啊 这个比如说全屋定制 对吧 这个呢 你就可以在上面定制 你需要的这个东西啊 你比如你这个桌子 你需要什么样呢 对吧 需要一个什么样呢 你就进行一个定制啊 那么这种模式呢 其实呢 就是我们所说的 C2B啊 C2B 就你客户 你先提出这个需求啊 定制的需求 然后呢 企业呢 再给你进行一个生产 这是C2B的一种商业模式啊 那么这是定制 然后第五种 这五种呢 叫做O2O O2O的就是online 去这个offline 就线上到线下的一种商业模式啊 那么这里面呢 我们同学应该最初意的两个啊 美团和这个O2O 他们呢 这就是O2O的商业模式 就你在 你通过他的APP 或者通过网络对吧 定外卖 你先在网上下单 把这个钱付了 然后呢 由商家呢 把这个东西呢 给你准备好 然后呢 由这个外卖人员呢 给你送过去 对吧 这里面呢 就是线上到线下的商业模式啊 叫做O2O O2O啊 然后第六种 F2C F呢 就是factory啊 工厂的意思 就是工厂到个人 那么这一部分的话 就是直接由这个工厂去对接这个消费者啊 工厂生产产品之后 直接卖给消费者啊 就省去了这个里面中间商的一个环节啊 省去的里面中间商一个环节 那么这一部分的话 就这个F2C啊 F2C 那么戴尔的这一部分啊 戴尔的一部分产品 它是支持这种呢 就到F2C的一个 哎 商业的模式啊 商业的模式 这是F2C啊 工厂到个人 然后最后一种 第七种 叫做 B2B 2C 哎 这个呢 企业 企业和个人啊 其中 两个B呢 都是B那意思 是企业的意思 C呢 就是代表个人 那么 第一个B呢 它是商品或服务的供应商 第二个B呢 是从事电子商务的企业 C呢 是这个消费者啊 消费者 那么这里面 首先什么意思呢 我们要给大家举这个例子 你一看这个例子就明白了 京东和这个天猫 那么京东和天猫呢 它两个呢 都是两种电子商务平台 对吧 那么它呢 里面其实就是第二个B 从事电子商务的企业 那么在它的上面呢 有很多的商家 对吧 有很多商家 这些商家呢 就是第一个B啊 商品或者服务的供应商 那么我们去京东或者天猫上面买东西呢 我们就这个消费者啊 我们在京东上面买完商品之后 那么由这个上面的服务商呢 给我们提供这个产品 那么这种东西呢 就是我们所说的B2B2C啊 B2B2C 这是这种商业模式啊 那么这一部分的话 就是我们给大家做的一个介绍 就是电商里面的这七种啊 商业模式 B2B C2C B2C C2B啊 AutoO F2C 还有这个B2B 2C 那么我们呢 给大家说 我们刚刚说 我们做的这个项目呢 它就是一个 B2C的啊 一个天天生鲜的项目啊 由企业呢 直接去对接这个个人 那么你知道这一部分 有什么作用啊 就是之后你再去 写你的简历的时候 对吧 那么你描述的话 比如我们做了一个什么项目啊 你就可以呢 出现这个名词 比如说这个 B2C啊 这样的一个项目啊 这样一个项目 OK 那么这一部分啊 是我们给大家 简单的去做了一个介绍啊 咱们 谢谢大家